另外再带您看到凤容地区区农会创会至今已经一个世纪 那么将在八月是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 而农会总干事黄荣和表示 八月将会有百桌宴将凤容地区农会农民所生产的食材 融入在菜单之中来推广 那么也会结合花生节的活动来揭开一系列的百年庆活动 凤容地区农会在民国九年创立有限责任凤林信用组合 历经多次改组成就当今的百年壮业 农会总干事黄荣和为了表达感恩回馈之心 将在今年八月举办百周年庆的系列活动 本会在民国九年日治时期的时候 那时候名称叫做有限责任凤林信用组合 大家对这个名称很陌生的 经过了整合并还有就是改制 在民国六十四年的时候 正式更名的凤容地区农会 就是现在的凤容地区农会 那在之前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辛苦的就是同仁们 尤其我们历届的理监市还有总干事的努力打拼之下 让我们凤容地区农会的业绩真正日上 服务更广大的我们的凤容跟万龙乡的农民朋友们 农会总干事说为了让民众同享 凤容地区农会百年庆喜乐 将举办百桌宴等等的系列活动 让大家了解凤容地区农会的地方特产 一定在8月1号办理我们一百桌年庆 我们会以盛大的一个场面来迎接各位 我们所有的来宾 也在中午的时间也会办理百桌宴 我们会结合我们凤林镇 还有万龙乡的农特产品来入菜 会把地方的特色呈现在我们餐桌上 一家年华形式让高龄者社区文化团体活力演出 并有安全蔬果以及特色农产品展 免费的品品等系列活动 记者凌桀 鳌尼镇 财宝博农